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當你們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過了聖誕節 不過我也想補上一句聖誕快樂 希望你們和最親近的家人朋友 過了一個很溫暖的聖誕節 來到2020年尾聲 今天就想分享幾樣生活小物 是我覺得今年遇到他們實在太感恩 他們令到我的生活實在太精彩太方便 和太舒服的生活小物 不是一些很貴的東西 全部都是小物品、很貼身 或者是一些很好味的東西 如果你都想知道 有什麼令到我今年這麼感恩 這麼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話 我真的精選出來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件事其實我都分享過 但它的出鏡率很高 和詢問度極高 就是這個時間水樽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膠水瓶 但它的神奇之處在於上面一些黑度 你們看到它的黑度是由早上8點開始 到晚上是6點 我本身是一個賣頭虎缸工作 就會忘記自己要喝水 或者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水的人 所以這個水樽 其實它不是告訴我 一天要喝多少 或者要規定自己喝多少水 而是它提示了我 原來一天我只喝了那麼少水 我會努力去達到整個水樽 令到自己有足夠的水分 所以對我來說 它真的是一個比較養生的小工具 令到我身體比較健康 有足夠水分的一個小道具 如果你問我 你是一個平時很自律去喝水的人 你不需要這個水樽 因為它沒有一個膠的水樽 差不多200元 我真的覺得不是特別划算的 但如果你跟我覺得一樣 整天都忘記喝水 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多少少 但又想自己喝多一點水 它就有一個作用 這個就是水樽的品牌 我連結都會放在info box 因為我經常摔它 大家看到瓶蓋都凹了 但用了差不多一年 它的黑度是沒有掉色的 所以它的質素也不錯 說完水我們就說一下食物 第二件事想分享 就是一個我朋友自己做的XO醬 之前在instagram跟大家分享了一個故事 就說它是我人生吃過最好吃 最足料 還有你吃完回不了的一個XO醬 那時候就買不到 但是現在我朋友終於被我們半推半弄 慢慢地開放這個市場 大家都可以訂購 所以我終於可以和大家分享了 特地留下這個小角落 再不說我就又吃完了 這個是我的第二瓶 隨意拌出來 它已經是滿滿的材料 會有一些乾瑤柱 蝦乾 總之一定不是渣流湯的東西 這一款XO醬 你配一些半面 或者最佳的食法就是 就這樣吃 每一口都會充滿著瑤柱的香氣 然後它的瓶底才厲害 它裡面的油和汁 全部都是蝦子 你們看不看到這個瓶底 全部都是蝦子 最誇張的是我試過用來點餃子 吃完之後整個碟底都是蝦子 所以我覺得太浪費了 我就自己清潔了蝦子 才拿去洗 真的很好吃 今年我吃過很多不同的辣椒醬 辣椒油 它是最值得回味 以及最真材實料的一款 其實它是我以前的舊同事 機場的朋友做的 現在它比較有空 所以可以量產一點點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可以去他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去訂購我自己也要買兩張 既然都說開食物 不如跟大家分享兩樣廚房小道具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氣炸鍋 今年我在759買了這款 牛油紙的氣炸鍋 我對它感恩的程度 就好像它已經拯救了我的生命 那麼誇張 其實它是一個好像很普通的一個兜 本來我就是用這類型有孔孔的牛油紙 做氣炸鍋墊底 用了它之後 其實就已經沒那麼容易黏底 容易清洗 但是它始終也有孔 所以有些油或者有些汁 都會滴到下面的氣炸鍋 都是要洗的 但是自從我發現了 有這個蜜孔的兜兜之後 嘩! 真的非常之方便 你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開了氣炸鍋 煮完之後 它的汁、油全部都是在這個兜底 基本上不用怎樣清洗氣炸鍋 就完成了 而一個不喜歡洗東西的人來說 它簡直是神級的陰蜜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很方便 大家都可以在759找 好像20-30元就會有一大兜 這一兜裡面是有30個的 嘩!真的非常之好 然後另一個廚房小工具 就是這個 看上去平平無奇的海麵 這一款是在EON12元店買的 你看到的這一面是非常之硬 而且是粗糙的 另一面是一個普通的海麵質地 但是也偏硬的 它不是那些軟字字的海麵 早前有拍過片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覺得12元店很好用的小物 那時候我就剛剛買這個海麵未試用 但是自從用了它之後 它打敗了整間12元店 成為了我最喜歡用的東西 而且是每天都用它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喝薑茶 也很喜歡自己煮薑茶 但是其實我是很不喜歡用刀的 我很討厭薑皮 因為批得太多 我又覺得浪費了 然後你叫我批得很薄 我那些刀工就真的不太見得人 所以呢 它這一塊的海麵 它就是可以去除一些蔬果的表皮 用來批薑皮是超級無的方便 你只要在水喉裡 你用這個 然後一邊擦薑 它就已經批得乾乾淨淨 完全不會弄傷 而且十秒內就已經批完整個薑皮 已經實在太方便了 所以呢 它成為了我今年每一天每一天都會用到的一個小物 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樣 不太喜歡用刀 而且我用那些批皮刀 是會批得到自己的人 我真的超級笨 所以有了它 救了我的生命 以及救了我的手指 然後就到這一卷 刺子 其實它不是刺子 想不到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它已經用到最後一塊了 它是一個洗臉筋 它的大小就是我整塊臉的尺寸 是在Donkey買的 但我看到cosme store 都買得到一卷是這麼大卷才35元左右 所以可以用到很久 我每一早上都會用它來洗臉 用清水擦的時候 是非常油硬 它是很堅硬 不算很有彈性 但絕對不會脫掉棉碎 或是貼一些毛毛出來 是沒有的 這一盒是Elimus他們的去角質棉 它裡面的棉質質 是跟這張洗臉筋非常相似 它們兩個上面都會有一些凸凸凸的紋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這一款的洗臉筋 它的清潔力是比起一般的洗臉筋更加強的 而且你不要看到它那麼油硬 沒有什麼彈性 它是很親膚的 完全不會刺皮膚 所以我就一定會回購的 我都不知道原來我用到最後一塊 糟了我要出去買才行 到最後一件我今年覺得有它實在是太感恩的東西 就是一個生日禮物來的 朋友送給我的眼部按摩儀 其實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的 但是坊間應該有很多類似的產品 它真的拯救了我很多無數很大壓力 睡得不好的晚上 甚至乎現在我每一天都會用它來睡覺的 它是有幾個功能 有熱、然後有按摩 它那些按摩是氣壓的 我不知道後面到底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在鏡頭看不看到它輕微的起伏 因為它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在眼睛的時候就非常足夠了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親膚的一些泳泳質地 所以敷在眼睛是完全很舒服 現在這裡腫了一大拋了 看到嗎 它最神奇的一個地方就是令我睡得著 不是失眠那種 因為我是按摩或者做臉部 只要人是按摩我的身體部位 我都一定是睡不到的 會很清醒地完成整個程序 但是我用它 它一個Session是十分鐘 我想一半都未夠就已經熟睡了 可能半夜醒醒或者第二天才可以脫掉它 所以我覺得它很厲害 我還沒試過是可以一直按壓著 舒服到睡著了 可能因為它有些熱力在 而且用了它之後 我發現我的眼袋是小了 是平了一點 就真的不是完美地 如果用它就可以的話 就不用割眼袋 這個世界 所以你說完美地改善就不可能了 黑眼圈和眼袋 大家看看我的化妝片都看到 依然是嚴重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是有撫平度 我少少眼袋 即是累的那些 水中的那些 它是有幫助到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這一類型的儀器 它不是一個很貴的牌子 我朋友看到我喜歡的APITCH 然後它有這個圖案在上面 所以買了給我的 都是一些USB的充電 它的缺點就是用三次左右就要充電 所以真的不是一些貴的牌子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你本身有失眠的問題 大壓力 臨睡前腦子經常不停想 它都可以幫到大家輸壓的 以上這幾樣 就是我覺得 今年遇到它們實在太感恩了 在我生活不同範疇裡面 都會幫我便利到 精彩到 或者是很好吃的一些東西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本身我就想湊夠十樣東西 但是貴貞不貴多 我用生命去推介大家 所以就精選了這幾樣 真的覺得很值得 很值得去介紹的東西給大家 好了 如無意外 今個星期這兩條片 就會是我2020年最後的兩條片 我們2021年才會再見 希望今年有什麼不開心 很辛苦 很抑壓或者很大壓力 全部都忘記它 我們2021年一定會更好的 疫情快點退散 我們快點有得去旅行 還有我看到有些朋友會留言 你最近的影片很密 其實我每個星期固定都會有兩條片 逢星期六、星期三、星期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所以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nstagram Dottie Heidi 就是給我生活一點的 Dottie Heidi的評價 會是給產品評價 或者我上網看到有什麼 很便宜、很燒、很想燒 都會在那裡跟大家更新的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2021年我們再見 拜拜